之前做过两期民间高手上门踢馆 被职业格斗选手胖揍的故事 后来很多吃瓜群众为阿良提供了更多有意思的素材 我们今天就再看机场 功夫高手踢馆翻车的现场 故事主角包括席练传舞30年的高手 永春小伙 拳击漂游 还有退役特种兵 故事开始 自由博基运动员李晨晨的拳馆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个自称退役特种兵的小伙 根据拳馆负责人的描述 小伙进到拳馆后一副嚣张的表情 当着众多学员的面表现出了不屑 拳馆教练让踢馆小伙先热个身 并戴上头盔后开启了友好切磋模式 与他对打的是职业学员张小飞 可以看到踢馆小伙90度数向对手 手放的很低 不停的横向移动 不知道这架势是不是看电影时跟李晓龙先生学的 小伙试探半天绕了一大圈后 一个猛子杀进去 小圈圈捶了几下 随后顾忌重施又捶了几拳 只见张小飞右腿起了一记高扫 踢馆小伙大意了被一脚撂倒 小伙爬起来后玩起了摇摆式进攻 不要笑速度放快数倍后 你会发现是不是有泰森的感觉了 随后张小飞又起了一脚 这次比较狠 虽然戴着头盔 还是被踢飞了牙套 踢馆宣告失败 镜头一转 这位穿着牛仔短裤的大哥 是一名传统武术练习者 根据当事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描述 此人练习传统武术达30年 而他挑战的小伙名叫苏超凡 苏超凡是一名年轻的职业拳手 练习拳机已长达8年 据说这是此人第二次来挑战 第一次被拒绝了 第二次只好成拳 可以看到二人一交手 武术练习者摩拳擦掌 使了一招抱佛拳法 不料苏超凡击击云淡风轻的 前后手连击 轻松击倒对手 时间太快 差点没收住力 习武之人 点到为止 无数练习者说了句停停 就这样 仅仅坚持了几秒钟 便丧失了抵抗能力 愣头青哪里都有 这位手持红色拳套的是一名23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小伙 小伙去拳馆挑战 以年过40山东为方的拳击教练杨忠明 都说乱拳打死老师傅 小伙自称在乌兹别克斯坦练习过三年拳击 他的拳速很快力量也很足 实战能力更只高出普通人一大截 可惜小伙经验不足体能消耗太快 比较秀的一幕发生了 小伙大摆拳连续进攻 不仅没有效果 反倒自己累的怀疑人生 小伙的大摆拳看起来还是很吓人的 慢镜都可以看出教练也多次留守 由此可以看出别说是普通人 就是业余练习过几年拳击的撞小伙 贸然去挑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最后再看一位永春小伙挑战拳击教练 这个身穿黑衣的小伙被戏称为闪躲狂人 师称周楚祥 自己也是一名拳击教练 话说拳馆经常有人上门求切磋 为了安全起见 小伙发明了闪躲挑战 任凭对手进攻 自己纯做防守 所以闪躲狂人的外号就这么来的 这一次来了一名永春小伙 可以看到小伙的冲拳速度很快 这速度不亚于打十个的叶问 可惜一番操作猛如虎 并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拳击教练还手 就是另一种画风了 小伙没带拳套 教练还没发力 便已经招架不住 最后再说一句 实战有风险 踢管需谨慎 如果非要这么做 下期视频的素材没准就有了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